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 中国学生是否已经不再将美国 作为他们沿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和全球通胀的影响 中国学生和家庭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浙江的沿学旅行公司创始人Kent CAI表示 亚洲的选项越来越受欢迎 特别是日本和马来西亚 而美国市场则在萎缩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学生对美国失去兴趣 美国教育的吸引力是否已经不如从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学生为沿学旅游业注入新活力 美国是否已不再是首选 沿学旅行业的蓬勃发展 7月的阳光洒在浙江宁波的一所办公室里 Kent CAI正忙碌的检查航班表和行程安排 对于这位宁波新路公司的创始人来说 这是近年来最繁忙的一个月 他不仅飞遍吉隆坡、大阪、澳门、雅加达和悉尼等国际大都市 还要为超过150名中国大学生举办了6次海外沿学旅行 自去年中国解除旅行限制以来 学生们对沿学旅行的热情逐渐恢复 此番忙碌的场景让他深感欣慰 根据北京顾问公司官员天下的报告 中国沿学旅游业的市场规模在2023年达到了1473亿元人民币 约203亿美元 接近2019年的1523亿元人民币 To Media Research的报告更是预测 今年该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791亿元人民币 并在2028年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据显示了中国内地对沿学旅行的巨大需求 今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资已经获得了数十亿次浏览 显示出内地对沿学旅行的需求之大 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约有1.89亿小学生和中学生 以及4800万大学生 许多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公立中学 已经为学生推出了各种沿学旅行路线 从价格接近1万元的国内目的地到价格超过4万元的国际目的地不等 改变的趋势 然而与几年前相比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 CAI解释道 尽管中国家庭资产和收入普遍下降 但对于大量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来说 海外沿学旅行仍然很重要 他指出自去年以来 他的海外沿学旅行和交流业务翻了一番 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CAI表示 与疫情前相比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对亚洲感兴趣 因为他们在进一步教育和职业规划上 更加关注这个地区 他解释说 沿学旅行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全球视野 文化洞察力 并体验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滋味 特别是日本和马来西亚的旅行 越来越受欢迎 价格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 学生们可以与当地大学的同龄人互动 参观当地企业 这些经历对将来申请亚洲的大学 或在亚洲公司竞争工作机会 有很大帮助 亚洲的新机遇 CAI的观点 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同 学生们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展 非常感兴趣 而亚洲现在是中国企业集中投资的地方 他说道 沿学旅行可以帮助他们 申请亚洲的大学 或未来在亚洲公司竞争工作机会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 也鼓励孩子开始接触东南亚市场 四川的移民和国际教育顾问 Cherry Ma补充说 前往美国的沿学旅行的签证成本 和难度越来越高 除了高净值家庭 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家长 认为他们无法负担 因此对这些旅行的兴趣减少 高据签率以及需要带学生到北京办理签证的要求 也减少了中国学生前往美国进行沿学旅行的机会 欧洲的魅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英国成为了高端海外沿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广州的一位家长谢伟师表示 他的女儿最近参加了一个未期15天的英国沿学旅行 行程包括参观几所主要大学 大英博物馆和西敏寺 并强调了英国政治 还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工 谢女士说 在小学生和中学生市场上 大多数家长信任并支付那些 由孩子所在公立学校推荐和安排的海外沿学旅行 据我所知 今年夏天几乎所有这些路线都是去英国 即使在广州或上海这样最开放的中国城市 据我所知 公立学校也没有推出前往美国的沿学旅行路线 结语 随着中国学生和家长 对沿学旅行的需求不断增长 这一市场显然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尽管美国曾是中国学生的首选 但现在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这种趋势不仅为中国沿学旅游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亚洲和欧洲的教育和旅游市场 带来了新的机遇 Kent CAI和其他业内人士将继续努力 为学生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沿学旅行体验 虽然市场环境和政策可能会不断变化 但不变的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沿学旅行总是能够开拓事业 增长见识 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市场中 唯有适应和创新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地参加沿学旅游 这类旅行不仅有助于他们开阔事业 提升文化理解 还能为他们的学业和职业规划 提供重要支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沿学旅游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显著上升 然而近年来 由于签证政策的变化和全球通胀趋势 美国不再是中国学生的首选目的地 相反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将目光投向亚洲 和其他西方国家 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浙江本地人Kent CAI的经历 显示了这种趋势的变化 今年7月 CAI共举办了六次海外沿学旅行 涵盖吉隆坡、大阪、澳门、亚加达和悉尼等城市 参加者超过150名中国大学生 自中国解除旅行限制以来 学生们逐渐恢复了疫情前 对这类旅行的热情 CAI的公司 宁波新路 自去年以来 海外沿学旅行和交流业务翻了一番 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在市场规模方面 研究显示 中国沿学旅游业 在2023年达到1473亿元人民币 约203亿美元 这一数字 接近2019年的1523亿元人民币 To Media Research的报告预测 今年该行业的市场规模 将达到1791亿元人民币 并预计在2028年 每年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这表明 沿学旅游在中国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据显示 2023年 中国约有1.89亿小学生和中学生 以及4800万大学生 这一庞大的学生群体 为沿学旅游市场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需求 在具体选择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和家长 对亚洲地区的沿学旅游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日本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沿学旅行 越来越受欢迎 其价格范围通常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 这些行程 不仅包括与当地大学的交流 还包括参观当地企业 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企业 在海外的扩展情况 并为未来申请亚洲大学 或在亚洲公司工作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 英国成为高端沿学旅行的热门目的地 四川的移民和国际教育顾问 Cherry Mow指出 前往美国的沿学旅行签证成本 和难度越来越高 这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望而却步 美国大学的学费飙升 和高距签率 进一步减少了中国学生 前往美国的机会 相比之下 英国的签证程序相对简单 且教育资源丰富 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家长 总体而言 尽管中国家庭的资产和收入 普遍下降 但对于大量中产阶级 和富裕家庭来说 沿学旅游 依然是一项重要的投资 这些旅行 不仅提供给学生们 宝贵的教育机会 还让他们体验不同的文化 增强国际视野 在全球教育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沿学旅游的战略意义 愈发突出 随着中国学生 对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兴趣的增长 美国在这一市场的吸引力 逐渐减弱 这可能会对全球教育市场 带来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先来一个大声的掌声吧 中国学生的沿学旅游业 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 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刺激 更是对学生视野和教育的提升 美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而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 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正在成为新的热门目的地 这完全是因应全球化趋势 和中国企业海外扩展的一个自然反应 您看 连新路创始人开都说了 这些旅行帮助学生们 获得全球视野和文化洞察力 何乐而不畏呢 哈哈 楚天书 你说的倒挺热血澎湃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些旅行的成本 签证难度 学费飙升和高据签率 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儿 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家庭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再说了 你提到的全球视野和文化洞察力 难道美国就没有 美国的教育资源和科技创新 可不是说着玩的 你相信真的有那么多家长 愿意花大价钱 让孩子去参加这些 沿学旅行吗 谢琪琪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但让我们看看数据吧 根据北京顾问公司官员天下的报告 2023年中国沿学旅游业的市场规模 达到了1473亿元人民币 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家长对沿学旅游的需求非常大 并且有能力和意愿支付这些费用 更不用说 英国、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沿学旅行也在兴起 这些地方的签证和生活成本比美国要低得多 还有 这些旅行的内容更加贴近中国学生未来的职业规划 这不是更实际吗 哦 楚天书 你说的数据确实可观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需求的增长可能只是短期现象 中国家庭资产和收入在下降 这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更何况 即使签证和生活成本较低 但真正在教育质量和未来职业发展上 美国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 你提到的那些地方 真的能提供同样水平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吗 我看 家长们在做选择时 还是会考虑这些长远因素的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美国的代言人呢 但事实是 中国家长现在更加务实 他们不再只看重美国的光环 就像切莉妈说的 这些家长开始更多的关注孩子 在亚洲的发展机会 再说 之前的疫情和签证政策变化 已经让很多人看清了美国的短板 你说的教育质量和职业发展 那也得看是不适合啊 就像去日本和马来西亚的旅行 学生们可以直接与当地大学和企业互动 这不是更有利于他们的未来发展吗 哎呀 楚天书 说的倒是头头是道 但我们也得实事求是 美国的教育资源和科技创新 仍然是全球顶尖的 你说的那些亚洲国家 他们真的能够完全替代美国吗 再说 这些沿学旅行的性价比真的那么高吗 有些家长可能只是被营销手段吸引了呢 再怎么说 教育是个长期投资 家长们在选择时还是会多方考虑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个沿学旅行的市场真是热闹滚滚啊 2023年中国的沿学旅游业势头猛如龙 连Kent Kai这位在浙江飞来飞去的超级忙人也赶不及忙碌 想想看 光是七月他就带了一群中国大学生飞遍了吉隆坡 大阪澳门 雅加达和悉尼 真是能耐 这也证明了疫情后中国学生对海外沿学旅行的渴望又回来了 不过 美国这个昔日的首选现在有点落寞了 哎呀 这真是大变天啊 你知道吗 中国的沿学旅游业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1473亿元人民币 预计到2028年更是会突破3000亿元 这波热潮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根据数据 三分之二的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参加这类旅行 这也难怪 因为中国现在有1.89亿小学生和中学生 以及4800万大学生 这些学生如同市场上的小金矿 一挖就是金光闪闪啊 然而 美国不再是那个梦中的伊甸园了 因为签证难办 成本高昂 还有学费飞涨 搞得中国家长们都快抓狂了 难怪四川的Chirima就说 除了高净值家庭 大部分中产阶级家长根本负担不起这些旅行 美国大学的学费飙升也让他们望而却步 孩子们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也变少了 这自然让家长们心灰意冷 相反 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则成了新的相拨拨 开说 更多学生和家长现在对亚洲感兴趣 因为这个地区在教育和职业规划上越来越重要 日本和马来西亚迅速越升为热门目的地 价格也比较清明 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 这些旅行不仅让学生们能与当地大学的同龄人互动 还能参观当地企业 真是一举两得 而且随着中国企业在亚洲扩展 沿学旅行也能帮助学生们申请亚洲的大学或未来在亚洲公司竞争工作机会 这也是家长们鼓励孩子接触东南亚市场的原因 英国成了高端海外沿学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广州的一位家长谢伟师甚至表示 他的女儿最近参加了一个为其15天的英国沿学旅行 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威斯敏斯特宫 简直就像一场文化盛宴 然而 即使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如广州和上海 公立学校也很少推出前往美国的沿学旅行路线 这一点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总的来说 中国的沿学旅游业正在大踏步前进 但美国这个昔日的热门目的地 因为多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 取而代之的 是亚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它们成了新的焦点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中国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变化 也显示出全球教育市场的动态变化 未来 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学生走出国门 不仅是为了学习 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